第110课 我仍是上主所创造的我 这是课程进行到现在第二次出现同样的标题 这个标题还将出现第三次 可见它的重要性 每一次出现都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 我们看到第一段的第二句 你若真的相信这一句话 它便足以拯救你和整个世界 这里的真的相信 就是说我们如果积累到一点点的正量 有所感悟有所体悟的话 当我们意念起这一句话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连接到那个频率 那个能量 那么这一句话 就足以把我们从二元对立的幻觉世界当中 抄拔出来 接着看第三句 这个真理告诉你 你对自己所做的任何改变 均虚幻不实 你既改变不了宇宙 也不曾以恐惧 邪恶 痛苦 与死亡取代上主的造化 这里说的对自己所做的任何改变 就是指 小我站在分裂的角度 进行的一切解读 设定的 小我的边界 这些都是虚幻不实的 连小我自己都是宇宙的一部分 也就是像的一部分 那么他怎么有可能有能力去改变这个像呢 怎么有可能有能力去改变这个宇宙呢 大家想一想啊 一张照片 充映出来之后 照片上任何的一个部分 有没有能力 对其他任何一个部分进行改变 没有的 要想改这张照片 要么在底片上改 重新充映 然后 不曾以恐惧邪恶痛苦与死亡取代上主的造化 我们曾经打过比方啊 我电视机 播放各种爆炸的镜头 不管是动画片里面爆炸 还是新闻里面播爆炸 还是 科幻 当中有爆炸 还是纪录片当中 讲到了历史上的爆炸 当这个爆炸的画面出现的时候 哪一次把我的屏幕炸坏过 没有的 幻对针 没有任何的攻击力 所以小我的营造 不可能取代上主的造化 接着看第四句 你若仍是上主所创造的你 你的恐惧就毫无道理 邪恶不可能真实 痛苦与死亡亦不存在 这里说到的 恐惧 邪恶 痛苦 死亡 都是有条件的 先要有一堆定义 完了之后 要有一堆逻辑关系 去关联它 完了之后 再运转起来 判断是非对错 简而言之 要不是有信念杠在里面 这些东西都不存在 全部都是定义出来的 连死亡都是一样 西医曾经探讨过 怎么样界定死亡的标准 到底是心脏停止跳动 叫做死亡 还是脑死亡叫做死亡 可见连死亡都是一个定义 如果说 我们要把 灵性 也就是我们真实的身份 的死亡定义做死亡的话 那么 根本就没有死亡 这一回事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 只是提醒我们 拆掉标准 拆掉信念 那么 我仍是上主 创造的我 我根本就不是那个 小我定义的我 接着看第二段的第一句 今天的观念 足以让你的心灵 得到全面的修正及治愈 它会给你完美的会见 至于每一个心灵 在任何时空所犯的任何错误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第79课 让我认出问题 以便对症下药 这一课的第二段当中 提到过的 我们虽然世界上 每一个人 似乎各自都有自己的特殊问题 但其实这些问题 全是同一个问题 那么既然是同一个问题 只要同一个解决方案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那么我们形形色色的 变化多端的 看上去 五花八门的这些问题 归根结底都什么问题呢 就是一个问题 把 误把分裂 成功 误以为分裂已经成功 就这一个问题 换一句话讲 就是对自己真实身份的 错误认知 错位认知 那么既然所有的问题 都是同一个问题 那么解决问题的答案 也是同一个 就是修正 对自我身份的 错位认知 我不是那个小我 我不是那个角色 我不是那个人设 我仍是上主 创造的我 用这一句话 就可以治愈 每一个心灵 在任何时空 所犯的任何错误 接着第二句 他足以治愈过去 释放未来 这地方我们 昨天第一百时刻 这个格格的补充练习当中 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解释 为什么释放未来还不算 竟然把过去都给治愈了 过去我们都认为板上钉钉了 竟然还能改 这地方 参见昨天的讲解 今天我就不再啰嗦了 接着我们看到第四句 讲解第四句之前 先做一个小小的补充说明 我们课程 每一课的标题 都可以认为是一个小小的方法 同样的完美目光 真宽数 也都是方法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 它们是不同的方法 学着学着学晕了 搞出几百个方法了 那谁说得了 到底用哪一个 但是 它只是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侧面 去讲同一个东西 归根结底 这些方法本身都是相通相容的 比如说 我仍是上主所创造的我 那就告诉我们 我自己营造的那些东西 不要去理它 向上出现什么都没关系 都已经平等完美了 那么它跟完美目光 跟真宽数 其实本质上都是同一个东西 相类似的 我的心里塞满过去的念头 那么过去的东西 也是的了 都是像啊 过去东西已经成为一个记忆了 它既然是一个像 既然还是一个记忆的话 那么说明什么 也都是架构出来的 也都是小我营造出来的 用标签 用逻辑关系 然后再反复运转出来的这一套东西 同样的 放下这一套东西 用 我的心里塞满过去的念头 提醒自己 去为存真啊 把幻觉放下 幻觉怎么着都可以 已经平等完美了 还是那句话 跟完美目光 跟真宽术 都是一样一样的东西 讲完这个补充说明 我们再来看第四句 它还能把时间转为一种工具 让世人得以摆脱时间的控制 以及因时间的流逝 而呈现的无常之相 这个它 就是课程给我们介绍的方法 可以认为是每课的标题 可以认为是完美目光 也同样可以认为 就是真宽术的方法 都是一个意思 它能够把时间转为工具 就是在每个小时 做练习的时候 把这五分钟交给圣灵 把时间作为工具 让我们来摆脱时间 我们把时间交给圣灵了 圣灵就为我们化解人生剧本 人生剧本 信念系统化解掉之后 我们就不再对外投射了嘛 那么不再对外投射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没有在创造时间 我们没有在靠起心动念 靠妄念 再去重新营造时间 营造幻想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利用时间来摆脱时间 也就是第四句讲的 把时间转为工具 让世人得以摆脱时间的控制 以及因时间流逝而呈现的无常之相 我们看到第三段的第一句 你若仍是上主所创造的你 假象世界就无法取代真相 健康也不会转为疾病 死亡无法取代生命 恐惧也无法取代爱 这里讲到了健康不会转为疾病 这句话要成立的 有一定的条件的 也就是在心灵层次讲 在心灵层次讲 它是一定成立的 只要我仍是上主所创造的我 也就是我的认知没有出差错的话 我的心灵是健康的情况下面 那么我心灵的健康就不会转为疾病 但如果这一句话 我们把它放到身体层面去讲 那么它只是部分成立 当我们心灵健康的时候 身体的确没有这么容易生病 但是当我们心灵健康的时候 也不代表身体绝对不会生病 一个健康的心灵 是不会被身体到底是生病 还是健康所牵动的 所以一个生病的身体 也很有可能有一颗健康的心灵 我们从两个层次上面 去理解这一句话 接着第四段的第一句 就在这一念中 过去的一切彻底瓦解 唯有当下得以存留于此 并悄然延伸到无穷的未来 这就是咱们曾经几次提到的 如果过去的一切不瓦解 那么我们就是把过去延伸至未来 这叫轮回 如果过去的一切彻底瓦解 那么我们就是把当下延伸至未来 这个叫断轮回 然后看到第二句 你若仍是上主所创造的你 你的心与天心便从未分离过 你的心与其他心灵也不曾分裂过 在你心内只有合一 这个部分可以参考 回顾第95课 我是一体自行 且与我的造物主一体不分 让我们看到第六段的第三句 今天的练习 他的圣子是不可能受苦的 结合我们第40课的标题 我是蒙受祝福的上主之子 所以上主之子 圣子 是蒙受祝福的 是不可能受苦的 那为什么在世间 我老觉得 我不是圣子 我怎么苦哈哈的呢 苦也不是没有来由的 苦是要有条件的 苦是解读出来的 根据自己的这个定义 标签 信念系统 逻辑关系这么一运转 才产生了苦的感觉 否则 可以不苦 我们举例子 很累很累 很累很累 绝大多数情况下 如果这个累 来自于我不想做的事情 我非要把它做完 比如说 我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 要交出一篇大论文 这是我没日没夜 我查资料 我写东西 我修改 我在找这个peer review 各种各种 总之 让我觉得很累很累 这个累啊 把我累得很苦很苦 但同样的这个累 我如果是做一件高兴的事 我自己特别乐意做 我做这件事情特别的兴奋 我根本就是废寝忘食 欲罢不能 沉浸其中 这个时候这个累啊 很累很累 你不会觉得苦的啊 所以苦啊 都是解读出来的 同样的道理 痛也是的 我们要生病 这儿痛那儿痛 我们就啊 真的好苦啊 这谁喜欢痛啊 对吧 没有人喜欢痛的 但举一个例子啊 要是今天 我这个 我这个 我去献血 我献了这个血 我能 就我的至亲 我只要这点血 给它输入进去 它就能恢复健康 这个时候 我献血啊 这个针扎进来 很痛了吧 一点都不苦 不但很 不但一点都不苦 而且还很甜啊 还很高兴啊 所以这苦到底是哪里来的 这苦跟乐到哪里来的 真的与相无关啊 全是我们的解读 所以我们回顾这句话啊 圣子是不可能受苦的 如果我苦 一定是输给自己的解读了 否则呢 我是蒙受祝福的 让我们看到第八段 他说让我们自己 向心内去寻找 寻找我们的自信 也就是我们的真实身份 然后这里 有半句话特别有意思 他叫 这个救世主 已经永远得救了 天哪 不是那个被救的 得救了 也不是救世主 把救恩 给到别人了 给到那个被救的了 他竟然说 救世主 已经永远得救了 可见 圣父 圣灵 圣子 三位一体啊 被得救的那个圣子 就是救世主啊 我们看到第九段的第三句 不再崇拜你以前造来取代上主之子真相的阴森魅影 阴森魅影指的是什么 我们的兄弟 全部都是上主之子 然而 小我的眼光 看出去不是这样的 小我放眼望去 全是罪居旧 其实呢 是把自己心底的罪居旧投射到外面了 投射到兄弟身上 所以说 这里的阴森魅影 指的就是我们 看到了自己的罪居旧了 看到自己的投射了 故而 这种扭曲的目光之下 看不到上主之子的真相 看不到兄弟的真相 指的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到第十段 这里出现了三次偶像 之前的练习当中 也出现过好几次这个词 今天我们就对这个词 做一些小小的展开 奇迹课程当中的偶像 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我们在人设 在角色当中 想要对外抓取的人事物 他不一定是一个人 有可能是一件东西 我们误以为分裂成功了 但是隐隐的 还在追寻天国当中的 那些特性 比如说我们要平安 我们要幸福 我们要有自我价值 有价值感 那怎么办 向外求 到向上去抓 找偶像 比如说 某一个地段的 什么景观的房子 比如说 什么价位的 什么型号的车子 比如说 某一个电视节目当中的主持人 或者说某一位专家学者 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 仿佛我们抓到了这些事物 或者说拥有了这些人身上的特质之后 我们从此就平安了 从此就幸福了 从此就满满的价值感了 那么事实上呢 这些偶像都靠不住的 这些偶像自己都是像的层面 都逃不开 生老病死 撑住坏空 那么我们想依靠这些偶像 怎么靠得住 所以这个时候 课程就告诉我们 要向内去寻找 什么东西靠得住 永恒的东西靠得住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的东西靠得住 所以我们要向内寻找 我们的自信 菩提自信 基督自信 接着看全人允许练习 只有一天的第二天 这个练习文字上 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而且跟之前 有两个单元的练习 已经可以串联起来 可以串习了 那两个单元是 只有此刻和当下全部 所以可以结合起来 回顾 练习 参悟 我们今天暂时分享到这